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下面留言说他们之前给西康一系列的视频带偏了 以为泰国真的排华就那种不准备来了 因为很害怕嘛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他的从头到尾都有逻辑漏洞 但还有少数的极端西康的那种脑残粉 还在为他洗或者在怼我 但怼又怼不出什么东西来 那今天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但之前有几分钟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挺漂亮的咖啡馆 如果大家来玩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叫42Garden 几分钟时间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地方 咖啡馆就这个名字 42Garden Coffee and Resort 它本身是咖啡馆 然后还进一个反正类似度假春阳 有些房间可以租住 然后这个地方离市区不算太远 就是在萨拉P 就是这个附近 大概我觉得如果以古城打配门来算的话 它打车过来应该100台柱以内 还算行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算挺漂亮的 对吧 它有一个泳池 虽然游泳的人比较少 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餐厅和咖啡馆 也是泳池连在一起的 可能是不是别人在吃饭的时候 你这样游泳会不会有一点点射死 我不知道 给大家看一下环境 我觉得这环境真的挺漂亮 郁郁葱葱 绿花特别好 之前有推荐过 也是我是会二刷的那种咖啡馆之一 然后呢 这个附近还有一个 我觉得性价比特别好的 一个泰国吃自住的一个地方 叫做那个梁太 我非常喜欢 它里面的那个生烟虾和生烟鱼 什么都挺好吃的 看到没有 到处都是这种花园景观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就那种 住宿的房间啊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因为它那还有更好的 然后 这个设计还是有点用心的啊 然后风格属于有一点 怎么说呢 太石原凌峰了 你还有这种 这种吊桥 还能够拍拍照的地方也有不少 下面还处理了一些 你看烟雾缭绕的啊 放了些干冰啊什么的 反正 虽然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乱 但其实你身处里面的话 你会感觉还算可以 这个地方啊 就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乱 而且它那个到处都放着那种椅子 就是你可以找你觉得合适的地方那种坐着 好 整理看一下 这咖啡馆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这样有那种拍一下 待会儿那个我就会去谈这个关于不排华的这个问题啊 哈喽 大家好啊 那个现在回到家里了 那个之前在咖啡馆的时候啊 心潮澎湃 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排华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为什么泰国不排华 为什么怎么怎么样 但是 几个小时过后回到家里面先吃完晚饭以后呢 好像平静下来以后呢 再回头一想啊 好像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不是说那个说不出来就是泰国为什么不排华 而是我觉得就泰国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如果你们还觉得泰国排华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叫不醒装睡的人 对吧 那么什么事呢 那就是我标题也讲了啊 就是1月8号那个泰国副总理 对吧 他们亲自接待那个中国游客 就是第一班就是好像从中国来那个来那种泰国的啊 泰国副总理啊 这可是中国的话就是副国级的干部啊 而且只接待中国游客啊 这个事情西康不会跟你们讲是吧 因为这个就他讲了 他的谎言就无法那种编造下去了啊 那么你们觉得就是泰国政府已经做成这样了 你觉得这个国家吧 只好从国家角度来看 你们觉得他还有没有可能那种反华啊 我觉得这如果还觉得他们是反华的 我觉得这个脑子就有点嗯 好不好说了啊 那么当然了我知道还有些人会说啊 就也是我最常见到一些观点啊 经常讲啊 他们其实就不过是喜欢中国人的钱嘛 不然呢 对吧 如果如果你没钱 他们会怎么怎么样 是吧 这也是我观点啊 这观点不能说是错的 我觉得是挺呃 对的 泰国人为什么对中国人那么友善 那当然是因为中国现在是有效足够的消费能力嘛 泰国是个旅游国家 对吧 旅游上他们好像以前是20%的GDP 这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对吧 那中国游客花钱大方然后泰国人很喜欢 但这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我相信在座看视频的很多人也都是有工作的吧 呃 不一定全是老板或者像我这样的啊 无业游民是吧 你们很多都有工作 那你们为工作难道当时是因为爱你们的老板吗 对吧 你们工作也不是爱老板是吧 不就是大部分人就是为了那一份工资为了钱吗 那很合理啊 就是有泰国人因为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想 所以对中国人友善不排华 这有问题吗 如果不是钱 你说我们中国人对泰国人能做什么样 让人家可以莫名其妙的 就是觉得你中国人钱也不花 什么都不要 但我泰国人还是觉得你们中国人超级无敌的好 你们觉得 这合理吗 不合理 我觉得任何国家之间都不合理啊 所以说啊 我觉得大家以后就不要再揪着 泰国人对中国人好啊 其实其实是看中中国人的钱啊 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没有关系 不管他看中钱看中什么 他反正只对中国人友善就可以了啊 而且说一句话 那个中国现在国力也越来越强大了啊 我们这个这次和那个东南亚一些国家 还那种RCEP还是什么啊 就是这种经贸协议啊 就让中国经济的东南亚国家 已经捆绑的越来越紧了 就是你从这个大国的局势发展 或者中国的影响力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泰国它都没有一种排华的土壤 特别我刚才提到的 它是一个旅游国家 GDP占到百分之二十 那我觉得中国可能要说不定就是给泰国带动的那种GDP啊 说不定是要百分之十都有可能有的啊 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泰国怎么可能排华 他们排了华他们这钱跟钱过去干什么呀对吧 那么当然说到这里 然后又有那种西康的那种脑产粉要开始搞事情 我就看他们说啊 他们说西康啊说的是他排的是长居的中国人 他不是排来游客 你们有点读过一点书 看过一点历史啊 你们就会知道 排华还能够什么精确的说 我只排住在这儿的人 然后不排来玩的人吗 有没有可能啊 在在这常住的人 按照西康的说法有有有十来万啊 你要都被泰国政府排了排华 让你们滚蛋 你们万斤一天就就滚回中国去 你们觉得这些人会对泰国有什么口碑 他们的亲戚朋友以及整个中国会 因为一些游客会说 你们把这长居那种有那赶跑了 没关系挺好的 那我们游客还是照样来会有吗 不会的 排华是指排所有的华人啊 像美国历史上有就有 甚至会出一些排华法案啊 整体上是歧视中国人的 那有泰国有没有 泰国没有 泰国甚至因为就是中国现在就是疫情 呃刚刚躺平嘛 然后之后不是我们现在的感染率特别高嘛 他们为了不刺激中国啊 之前不还那个弄了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 就是说什么进来要有什么完整的疫苗 什么接种方案啊 说啊不分国籍不分国籍啊 但是其实为什么他突然有有这样一项呃 而且还是在1月8号还不是9号执行的嘛 你们知道为什么 还不就是因为觉得你 如果说只要中国的那个游客提供 就会给我们的感觉特别不好 然后他就说是全都要提供 但是呢今天又反转 说这个取消了取消了取消了 我们就就不要了 那为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听说啊 有20%的酒店订单和行程被取消了 为什么 因为欧美还是很多那个国家的人 他们是没有打疫苗的 没打疫苗就就不能来 那他们就觉得要取消了 然后那些欧美的国家的那种各种旅游公司 或者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可能外事局 然后都去跟泰国去说这个事情 所以说泰国就执行了两天嘛 两天都不到就直接取消掉了啊 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泰国政府是一个什么政府 就是说好听点就是他们的身段很柔软 对吧 你说不好听点 肯定就是他们就是这种政策招令西改 或者怎么样 但是读过一点历史或者怎么样 其实都知道就是泰国这个国家 至少从近一百多年来看啊 他们政府的那个政策是非常灵活的 如果你人话一点 所以就泰国是一个比较圆滑 事故的那种 你人话讲 就我们周围如果有些同事啊 那么泰国就是那种比较圆滑的 就是有什么都说好好好 哦不错不错不错就是这样的一个那种国家 是吧 不像我们中国 中国有时候还是会比较那种刚一点的啊 那这时候又有人讲了对吧 还是那西康的那种脑三分啊 他们在我的那个视频上之前怼我的啊 说那这个确实是又办不下来啊 就是现在办一些那个养老签或者什么 陪读签的那个难度 比以前高 然后呢 那个读书签就是以学泰文之名的 最近也确实很难办 几乎是那办不下来 这是真的 那这是为什么呀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二年十一月吧 十一月二十几号 就是 呃 APEC期间 习近平有主席访问泰国吧 然后和泰国政府反正就开了一些会 然后之后出了一个中泰联合声明啊 这个 我放张这个截图 你们看一下 你们想要看具体的 你们在那种暂停看啊 反正这个 你们要知道 两个国家之间他们会谈的话 联合声明很重要的 没有联合声明就证明没有共识 你看中国和美国也谈了好多次 对吧 现在没有任何联合声明 就是大家各说各的 那中泰联合声明 具体忘了 好像十来条吧 然后里面呃 最重要的那个有几条啊 好 一个是第三条啊 嗯 最重要的一句话 双方强调 中泰一家亲的重要性 愿共同迎接 2025年中泰建交50周年 中泰一家亲啊 这是重点词 想想看这个 无良媒体 习康等为代表的 还在说 泰国会排华 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政府层面不排华 老百姓层面 怎么可能再排华 对吧 那么再说一个第八条啊 就是为什么现在 部分签证比较难办啊 第八条里面 那个 共同打击 毒品走私 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等跨境罪犯啊 因为这个之前在泰国 这块做的是比较松 有很多人灰惨 那么他们在这个一段时间 最近一段时间啊 对于这块东西会那种严打一下 我觉得严肃处理 或者是看谁有问题 就进行一次那种筛选吧 我觉得这个不叫排华 这叫排毒啊 那么当然 确实会殃及一些耻鱼 有些正经的那种家长 就是他们在 是好人 他们在这用陪读 用读书签留在这 但是呢 他们也不是坏人 但只是没有真的去读那个 学泰文或者又怎么样 他们是受影响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短期现象 这不是一个长期政策啊 因为泰国经常的 会有很多政策都很短期 包括刚才说的 什么进来要疫苗证明 他们的政策是说变就变的 所以说像是现在的这个关于养老签 和这个读书签啊 这个也只是一段时间啊 我觉得应该不会 总共不会超过三月 就差不多在两月份吧 我觉得应该最晚 应该是在二月份 二月份应该就会 开始在那种放松啊 他们不会对于这块东西 会很长时间的 什么持之以恒的去 不让中国人去办这个签证 或者那个签证啊 而且我再说回来 也不是不能办 不能用西康的嘴里面 弄得好 中国人什么签证都不能 但不是的啊 至少在清卖这啊 清卖这里 我认为有些朋友 就是他们的那个读书签 该续就还是那种续出来了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要具备这种不良自媒体啊 因为那种个人利益 那个所门笔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习康的动机是什么啊 那么习康为什么呢 我看了看他那个最近那个头条 其实我就基本知道 他的动机是什么原因了 一个呢 是我之前说过的 习康他本身 他自己的签证是有问题的啊 他的养老签是在达勒夫办的啊 他在巴特亚没必要去达勒夫办 为什么办 就是其中有一个大概率 就是他的那个 80万的那个80万太租的 那个要存三个月嘛 才能办养老签 他这个单子是有问题的 可能是他不愿意去把自己的钱去 换成这个80万太租 对吧 然后可能通过终结 通过一些特殊渠道 去做了一个证明或者怎么样的啊 然后呢 他现在不敢续签 还有就是他太太 他太太的一千千 他太太的一千千十五八九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太太的一千千 他也不敢去续 对吧 你正经的前程 为什么不敢续啊 如果他们正规读书的 他们就续续也很正常 我那朋友就续出来 对吧 他那你就饿补了四天太文 别人看看 你多少会一点点啊 那好 我就相信你是有在这儿学泰文的啊 那我就给你续吧 啊 是吧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西康为什么 那西康就是他自己的那个签证员问题 但是还有就是他炮制这个排华的议题 他那一期视频 我看了好像24万的播放吧 基本上好像就是泰国排华的话题 就是从那一期视频开始 他以往的视频大概一万六 一万六三万一万五三万 就是一般的视频啊 一万五三万 但是那个视频翻了十几倍啊 那么按照我的估算啊 可能这个视频 他差不多的那个收益啊 就只算头条平台 不算他其他平台 他YouTube应该也有啊 然后应该是在2000 加上YouTube可能会那种更多一些啊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常委的收入 我我不确定啊 那他尝到甜头了 所以至此之后 他就连续做了好几期 都是说泰国这个排华 什么1100亿泡汤 各种标题党噱头 所以说他就是为了这么一点 阴头小利啊 就为了这么一点点钱 不惜破坏中泰两国啊 这种友好的关系 对吧 来恶意的去歪曲 这种泰国政府的一些 目前的短期的一些严打的行为啊 然后说成是排华 所以啊 就是这个人就真的是那种 有那坏透了 这个人我也建议 可能认同我观点也都取关 好吧 那今天就先就说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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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